你知道为什么天空是蓝色的吗? 太阳的光线照射到地球大气层时,发生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。 光子在与空气中的分子或威力碰撞时,会改变原本的直线行迹方向。 这个有趣的过程我们称之为散射,就像光在和空气玩追逐游戏一样。 你知道吗?蓝色的光波比其他颜色的光波更喜欢浪淌。 它们在空气中碰碰撞撞,不停地跳跃。 当太阳高悬在天空时,我们的眼睛接收到来自各个方向的散射蓝光,使天空呈现蓝色。 可是呢,当黄昏或黎明时,太阳的位置比较低,光需要通过更长的路径穿越大气层。 因此蓝色的光散开得更多,红色的光则懒洋洋地呆在原地。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白天看到的天空是那么蓝,而在黄昏时会变成美丽的橘红色。 天空就像一幅巨大的绘画,随着太阳的位置不同,色彩也会变化。 你们喜欢什么颜色的天空呢?